黄河出现第三号洪水 河南连发36条暴雨预警 这些地方或发生山洪灾害 今天全省阴天 大部分地区有小道中阵雨、雷阵雨 其中黄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道暴雨 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为做好本次洪水防范工作 黄伟已经向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四省水利厅发出通报 要求相关省和单位高度重视 全力做好黄河小北干流 三门峡库区洪水防御及下游相关防汛工作 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 8月6日20时至7日20时 河南省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黄色预警的地区位 纪园、三门峡、洛阳大部、郑州中西部 郊座、平顶山、南阳西部及北部 安阳西南部、鹤壁西部、新乡、许昌西北部 拱义大部、汝州西部及北部 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